这个男人名叫约翰·威克 曾经为了一只狗 灭掉了整个黑帮 可依然还有人挑战这个杀神 炸他的家 要他的命 最后还放下横话 威胁约翰 可谁知 他更狠 被杀的人是杀手界的高层 杀手联盟指导消息后 对约翰发出了1400万天价追杀令 将在一个小时后生效 全世界的杀手都在死死盯着约翰 等待着一个小时的到来 眼看时间越来越近 约翰拦下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把狗送到和平酒店 自己转身下车 冒雨跑进图书馆 拿出书中藏着的金币 十字架通行证和血气威章 这些就是他赖以活命的免死金牌 在追杀令还有20分钟生效的时候 一个心急的杀手拦住了约翰的去路 两人展开搏斗 杀手将刀插入约翰的肩膀 约翰反击 先是打掉杀手手上的刀 找准时机 然后用一本书配合重拳连续攻击对方 直到对方被书干掉的那一刻 他才明白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 受伤的约翰跑到医生的办公室 请医生帮忙 谁知伤口才缝到一半 公开追杀令已经开始生效 医生只能停手 让约翰自己缝合伤口 等约翰缝合好伤口 医生给了他一把枪 约翰刚走出办公室 就被一群杀手盯上 慌乱中他跑进一家武器店 快速改装旧枪 第一个敌人进门后 直接被约翰一枪爆头 突然敌人一个飞升将约翰踢倒 然后将手中的刀射向他 约翰差点被射中 然后化身小李飞刀 犯杀敌人 漏王之鱼也难逃幸免 约翰走出武器店 在马就又遇到了另外一把杀手 约翰牵起一头马 在敌人靠近时猛拍马绳 马绳出腿将敌人踢倒在地 紧接着约翰又一个地心穿梭 将敌人扑倒 用缰绳套住敌人的头 骑马而去 约翰在大街上侧马奔腾 身后跟着骑着摩托车的敌人 一个敌人靠近 约翰拿出一把枪 以枪毙命 紧接着又将身体绊掉在马上 对着另外一个靠近的敌人 又是几枪 接驳了对手 随着约翰骑马远去 公开追杀令的奖金 上升到了1500万美元 摆脱了敌人的约翰 找到收养自己的红姐 拿出十字架通行证 请求他帮自己离开 红姐答应了约翰 没收了约翰的通行证 红红的烙铁在约翰背上落下影子 双方关系彻底解除 再无瓜葛 这时一个神秘的短发女人 缓缓进入和平酒店 这下糟了 他怎么来了 千万不要以貌取人 女人看着弱小 实际上受伤沾满了鲜血 他是杀手派来的审判官 一进入和平酒店 就让温斯顿在一周之内 解决约翰的事情 还逼他辞去酒店经理的位置 之后又杀到金的地盘 由于他曾经给约翰提供过武器 命令金在七天内 则未至退下 可金表示不会服从 约翰这边在红姐的帮助下 抵达卡萨布兰卡 他去找杀手朋友帮忙 没想到一进房间 索菲亚对着他救死一枪 约翰爬起来 拿出血气徽章 这才平息 索菲亚曾经有奈 关键时刻是约翰救了他 所以向约翰立下血气 约翰让索菲亚带他去找工会高管 迫于无奈 答应他去找前老板 审判官这边 进入一家日料店 找到同样在杀手界 名声大噪的零号来完成此次追杀任务 约翰和索菲亚带着两只狗找到前老板 约翰单膝跪地 让他带自己去见boss弥补错误 前老板把找boss的方法告诉约翰 又让索菲亚把狗送给自己作为回报 索菲亚拒绝后 前老板转身拿起枪 可谁知 这又是一个爱狗人士 两人一边杀敌人 一边撤退 可对方人数太多了 不能恋战两人逃走 在索菲亚的帮助下 约翰找到boss的大致位置 约翰解除索菲亚的血气 两人分道扬镳 约翰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走 没有水 没有交通工具 不久 约翰就倒在了沙漠中 该帮帮主这边也摊上事了 林浩的手下用刺刀将金的手下一个个砍死 随后来到天台 招到了金 金队工会来说属于背叛者 背叛者的下场只有一个 转场在沙漠昏迷的约翰被boss的人带入营地 他终于见到了boss boss同意给约翰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但条件是让他杀掉温斯顿 然后永远效力于联盟 永不退休 约翰同意了 拿起刀切掉自己的手指 表明忠心 不久 约翰的身影出现在纽约街头 约翰和林浩下路相逢 一个反手杀掉他的手下 转身离开 林浩带着手下追击约翰 快要到大陆酒店时 林浩突然开车撞向约翰 约翰倒地 林浩拿枪对准约翰镇摇开枪 黑人经理从大陆酒店走出 告诫酒店附近不允许杀人 成功救了约翰一命 酒店内 约翰说他要见温斯顿 难道他要行动了吗 果然 姜还是老的了 温斯顿见到约翰的第一眼 就知道他此心的目的是为了杀自己 不过并没有花 因为他算准了约翰不会对他出手 因为自己曾经救过他一命 并策反他一起反抗杀手工会 这时审判官来到酒店问两人如何选择 温斯顿不会让出酒店的管理权 约翰也放弃杀温斯顿 如此戏弄组织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审判官 立马打电话 解除了开火禁令 不到三分钟 一群武装部队就包围了酒店 温斯顿也带着约翰来到自己的军火库 在挑选完成手的武器后 杀神降临人间 可敌人的装备保护能力太强 于是约翰换了一把具有穿甲能力的武器 这次效果明显好了许多 约翰开始收割敌人 就连混蛋的姿势都那么迷人 敌人再次被团灭 约翰来到楼上 遇到林浩的两个徒弟 他们对约翰展开夹击 两人好像跟玻璃有仇 约翰被两人重重踢倒在地 捡起枪起身时 两人却不见了 林浩突然出现在玻璃后 约翰对准他打了两枪 林浩安然无恙 约翰靠近 发现玻璃后根本没有人 约翰慌了 拿着枪小心翼翼的前行 两个徒弟再次出现 他们抓住约翰的手 对着约翰一阵猛打 约翰撞碎玻璃倒在地上 三个人又扭打在一起 约翰很快被制服 眼看敌人的刀离他越来越近 这时敌人却突然收手 他们很享受高手过招的感觉 还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接着三个人都卸下武器 凭真本事 约翰一开始被敌人打得很惨 在打斗中慢慢找回感觉 将两个敌人重重摔下楼梯 不过他并没有杀掉两人 然后他找到林浩 林浩利用镜像 把约翰耍得团团转 约翰很快被他打倒在地 就在林浩的刀 快要刺入约翰的身体时 约翰爆发 利用镜像的规则 突然出现在林浩身后 将他抵在玻璃上砍断他的手 然后将他掀倒在地 用刀刺穿他的身体 这时密室的电话铃声响起 审判官看情况不妙 给温斯顿打了电话 说要和谈 温斯顿同意弹劾 但是必须要保留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审判官同意 约翰听到后 发现自己被温斯顿利用了 可为时已晚 审判官看到约翰坠下楼梯非常满意 可当他走出大楼后 脸色一下就变了 因为约翰的尸体不见了 他马上回去找温斯顿询问 约翰的尸体为何不见了 你在搞什么 温斯顿依旧一脸无辜地表示 我真的不知道 事实上 跌落在楼下的约翰不是奇迹消失了 而是被金的手下给救走了 这场复仇之路没有完结